现在全世界注意到了 现在在中国经济问题 第一炮 开着起身第一炮 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居然 把他在香港两个楼盘干嘛 我打七折出售 他就闻到不一样味道 李嘉诚到底看到什么 李嘉诚到底闻到什么 他现在被阿伯阿浪杠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不是香港两个楼盘 我要打七折 他虽然在北京 有一个建案叫做玉翠元 玉翠元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四环跟五环之间 我刚刚特别问了廷辉 他说这五环之内 就是闹区 就是非常直接的地方 那旁边有一个朝阳公园 旁边有一个北京的朝阳站 这个是地铁 旁边还有一个朝阳的体育中心 甚至我刚刚讲的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商场 结果没想到这么好的地铁 打九折卖掉 对 没错 实际上李嘉诚不只在香港开枪 这个打七折卖他的房地产之外 他现在也在北京 开始用打折的这个价格在卖 这个打个价格来说 约莫是打八折 一成多的这个数字 好 那你知道 为什么这个引人注意呢 因为事实上 这个他叫闭翠远这个案子 他的案子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 北京有所谓的四环 还有这个五环 他在四环跟五环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四环五环值钱吗 对 蛮值钱 因为他主要在朝阳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叫做CBD 也就是他们商业重镇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他盖的地方 其实在商业重镇 那他目前为止来说 一平 他的这个一平方公尺 就是中国是用平方公尺 他是十万块 折二信贷币是四十四万 那简单的来算 你大概乘以三 就是台平 大概一百多万 所以其实他这个价格不便宜 因为他是CBD这个地方 所以一百三十二百左右 对 那事实上 那你知道 你要看这个方式 还不是一般人能够看 他要他有一个 因为在CBD 在商业地段 那商业地段 你买的话 请你秀出你自己本身的 这个这个财力证明 你要知道 你要这个存款 要五十万到一百万人民币 然后要需提供名下两百万 或是八百万的 这个头期款的这个证明 这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他要厌资看房 对 你没有你资格 所以我手上要有一千万的现金 我要有一千万的现金交给你 甚至更加假的 甚至五十万 还有四千万 一千万到四千万的现金 对 我才有办法进到底面去 所以你知道 他其实有一个门槛的 但是你知道 他原本要卖 原本那时候是这个姿态比较高 但是现在显然 他也觉得 温到这个味道不对 他就开始要 比较低价求售 那是不是还 是不是还要你要这个样子呢 事实上现在可能 这个规定就会拿掉 因为他现在要加速 出清的一个状况 那不排除说 他可能还会有更低的价格 会卖掉 那事实上 为什么这个引人注意 我跟他讲 其实李嘉诚 他对北京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他最早最早 到中国大陆投资的时候 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 他跟那个周凯旋 还有当时的董建华 他们一起来 就说那你来中国投资 他投资的是在 这个王福景的东方广场 那个地方目前为止 还是李嘉诚 在中国的代表之座 所以他其实在 王福景 他其实是很懂得北京的房地产 那当时买了价格 当然这个王福景 这个东方广 让他大赚一票 那这个也是一样 玉春典这个地方 他是2000年出头 左右拿到的这个地 那2000年出头 为什么他可以拿到这个地 因为很简单 这个地呢 是江泽民批给他的 所以他就是 因为他跟江泽民 关系非常好嘛 所以他现在 现在他赶快 趁着现在还能够卖的时候 赶快卖 否则 我没有变现出厂的话 搞不好 日后这一块地会变成怎样 他也不知道 好 刚才讲到 中国只要有树的地方 我都是公园 刚才讲到 我旁边有一个保利公园 我旁边有一个昭阳公园 昭阳公园 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公园 懂不懂 这块地 是被所有的公园 干嘛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是被公园包围的 我就说这个地方是商务区 然后有公园绿地 然后有非常多的住宅区 还有体育中心 所以照理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好 那李嘉诚现在愿意开枪 用这个约莫市 这个九折到八折的时候开始卖 那以他对北京房地产的这个熟年 他很早就进去了 他知道现在北京房地产怎么样嘛 所以他现在就宁可低价出售在卖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而且他还有捷运站 对啊 所以你知道北京的房地产 看起来的话 就李嘉诚来说 他觉得至少整个市场 可能还有下修至少一层到两层的空间 好 雨萱 另外就是现在近到了八月 现在中国居然发生了一个八月车市 大屠杀 对不只是房市 现在就连车市也是一片邪海 而且是谁起的头 是马斯克起的头 马斯克起的头 马斯克起的头 其实其实就讲得很明白了 跟你讲经济到环境不好的话 我价格战会持续打 我特斯拉会持续砍价格 所以好 现在确实价格出现变动了 各位 Model S它降价了多少 不多啦 一万美金 哇 三十万台币也就这样给他开下去 他上次才去降 Model Y在中国 现在Model Y在中国 跟台湾居然差了八十万的差价 现在不但是Model Y 我跟你大杀价 我连Model S Model X 我都杀价了 对 而且连Model X杀价 这高级款嘛 对不对 过去一台多少 新台率三百多万 现在没有 两百八十万就有找 而且旧连我们刚才特别谈到的 这个Model Y一样 台湾买一台要多少 两百一 两百三吧 对不对 大陆没有啦 给你杀到只剩一百三 一百五 但从这个效应来看 不只是特斯拉 现在连比亚迪这种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巨头龙头 也受不了了 所以当特斯拉开了第一枪以后 到我们看到画面 现在所有的中国车市 不得不跟上了 对 这是骨牌效应 来比亚迪先喊出贴上一张广告 你看这广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折价一万三千元 那你以为只有这个比亚迪吗 没有喔 上汽大宋汽车一样啊 每台折价大概二十万台币不等 然后呢 不只是这样子 包括我们讲挪扎也好啊 领跑也好啊 通通跳楼大拍卖 能折的就折 甚至一台呢 七八十万元都有找 但你以为这样不会有副作用吗 当然会有 因为你牺牲掉的是毛利率 特斯拉的毛利率 从二十二十六% 掉到只有十剩十八% 但他没有在乎他这个量体大 他只要充量 但相关的包括比亚迪啊 小鹏汽车 理想汽车 股价也跟着崩跌 为什么 因为你跟大家进行红海 进行沙价策略 你的利润就会变少 你的利润变少 对于股东来讲 未来就更加的不乐观吗 所以他们讲说他们是放暑假 现在这个夏天 居然有非常特别的价格 去全部大打折 这还有得赚吗 当然是没有啊 但是问题是什么 市占率不能掉嘛 你今天当特斯拉 如果消价竞争 市占率被他抢走了 未来就会产生大问题 那现在来讲 整个大陆 市占率第一名是谁 当然是比亚迪嘛 比亚迪他还好说什么 有政府当马库 什么意思 现在西安政府跟比亚迪 正成一个叫做 正气双富 什么意思 两个并进同行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南韩的三星系列 为什么那么强 因为请进国家资源辅助 而西安政府 也是采取同样的模式 所以你现在看到 包括比亚迪 现在号称 每天平均生产 7407辆 而且他的市占率 是全球第一 到现在为止 比如说 整个西安生产出 100万辆车就好了 你知道比亚迪市占率多少 高达97% 所以他现在铁了心是什么 你特斯拉打价格战 没有关系 我至少有政府当巴股 我也跟你比量 大家在这一片斜海当中 所以最可怕的是 如果你量比不够大 如果你是四级的厂商 恐怕很难在这一波灾难之中撑下去 好 惠臣 刚才讲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里面 刚才讲 那砍到了医疗体系有多可怕吗 现在很多人看病没有医生了 对 现在竟然在中国连医生都躺平了 为什么连医生都躺平呢 因为现在中国高举反腐的一个旗帜 说你们这个医疗体系跟药厂 或者是跟一些设备厂商 进行不当的勾结 A了很多钱 所以这些医生本来是救命的那种医生 现在突然之间变成了贪污腐败的代表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整个中国的医院 非常严格去审查 你说现在在中国的医疗界面 有一股腥风邪欲 而这个腥风邪欲 让医生都开始受不了了 对 你知道医生直接讲 他说现在在医院里面 你要动一个刀 他会问你 第一个 这个刀是不是一定要动 这个动了之后 病人也没有办法救回来 他说这个病人很严重 一定要动 那如果人家医生就会问你 如果你救不回来 你为什么一定要动刀 所以他就莫名其妙 那你这个刀是不是一定要动 所以你怀疑你动刀是为了赚钱 对 你动刀是为了获利 然后再问你 这个刀是不是一定要动 这个刀可以动可以不动 那既然这个刀可以动可以不动 对这个医生 病人没有太大影响 那你干嘛动这个刀 所以简单来讲 问你的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不要你动刀 那谁敢动刀 可以搞到现在医生连班都不敢 所以他们就说 有一个病人去看医生 就发现 这个我以前常看那医生的没来 他请假 那他的代班人也请假 到最后看他这个医生是谁 是退休三年的 然后把他找回来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变成是 医生不敢上班 因为我现在抓贪腐 我居然抓到了医院 抓到医院了以后 我就把所有的医生当成贼 我当成贼了以后 我就要对你所有的监视全部动作 搞到大家都不敢动了 对 他们说尤其是什么科呢 尤其是骨科 尤其是心脏科 尤其是眼科 为什么尤其是这三科 因为这个骨科 你要动一些换关节 要换一些支架什么的 还有心脏也要换一些支架什么的 都会影响到你的相关的耗材 而这个部分 你耗材要换你就会有钱 他们就会开始讲说 这个一定要动吗 这个东西怎么样 然后就导得这些医生 完全不敢动到 甚至就赶快排休假 他们说 从来没有看过 医院这么密集 有这么多医生 在同一个时间点排休假 所以大家就开始避风头 除了那个上班不敢上之外 另外一个更夸张是什么 很多医院药厂会办研讨会 现在既然药厂办研讨会 也都跟你讲说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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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到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 之后再公告 连研讨会都不敢办了 因为感觉上 好像我们只要办这研讨会 就会被怀疑 可能有密谋一些 贪污腐败的事情 所以大家心里想说 那我干脆不要办了 而且你知道更夸张 一件什么事情呢 现在北京市的卫生委员会 直接公告 公告你什么呢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过去如果你有不法的一些收入 你现在自己坦白 赶快交上来 叫医生自己坦白 对 你交上来之后呢 我就放过你 我就轻揍你 我就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不然的话呢 我就要开始办你 结果这整件事情一爆发之后 人家就说 你荒不荒谬啊 如果这个医生 真的是贪污腐败的话 你有证据 你当然要查到大底啊 你怎么可能只是叫人家 脚不法所得之后 上脚就没事了 所以讲白了 你其实是在割韭菜吧 然后整个网路就炸开来啊 说你们这个东西 到底谁给你的 谁给你北京卫政委 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你可以对犯罪行为 犯罪人进行一个 放宽的一个政策 所以换句话说 你根本从头到尾的目的 就是要拿钱 然后放人 所以你目的就是要割韭菜 那现在北京割韭菜之后 其他五个省市 好啊 好招啊 大家跟进 大家也跟进 开始 所以全部把医生当韭菜割 所以你知道现在中国的内地 发生起来什么事情 医护人员减薪潮 减薪到非常夸张的地步 那有一个医生 他当了15年的医生 他说我以前一个薪水 至少月薪 大概有8000多块起掉 从今年才 8000多块 对 人民币 月薪其实很 对 很低啊 很低 因为我才特别问了一下 我跟他讲 真的才3万2000块 他们旁边有个数据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他说医生临床平均收入为9.4万元 我还特别问一下 我们的那个相关的制作单位 这个9.4万是月薪还是年薪 他说是年薪 年薪9.4万 所以中国医生薪水 难怪会有贪污腐败的事情 因为你给人家薪水这么少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广西的一个 二甲医院的一个刘医师 他说我以前薪水 大概有8000多块起跳 我现在从3月开始 我竟然到了6000多 而且我现在到下半年之后 现在只剩下4000多 我老婆每天骂我 骂我说你真的有没有出息 当那种医生临 一个月才赚4000多块人民币 隔壁那个卖香肠的老王 赚的都比你多 你还不如去卖香肠 现在一个医生要被他老婆 逼着去卖香肠 所以你就知道 所以他才一个月才占1万6 是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 现在真的是医生就说 我越忙越累 越累之后 我老婆叫我还不如去卖香肠 所以中国这样 它就有很多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 我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睁一只闭一只眼 就是说 竟然有一家的院长 他可以保有100多套的房子 就现在全部砍 对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有些人 可能就开始收黑钱 收黑钱 你刚刚提到那个是云南的医生 这医生当了院长 当了一二十年 结果他竟然有100套房子 贪污所得 高达1.29亿人民币 那你想说这么多钱 那难怪嘛 比起来 那你刚刚想说什么 一正常来讲的话 只有4千多块 或者是年薪大概10万人民币 两箱之下差太多 所以现在其他的 中国的内地其他医生 全部都跟着陪葬